一種娜 User 看到這一面你就覺得 它們能量其實又 對 真是很強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學習 在台移工 沒兩年就舉辦一次大遊行 素不盡的心酸 是這支近七十萬的移工大軍 至今還沒有等到的公平對待 這讓很多人能量 很複じ的一種方式 那這個議題如果沒有被看見的話 其實大家也不一定會接觸到 他們經常跟我們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打電話去1955 但是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 權益上好像有所屬的時候 他會找他的中介 因為語言上通嘛 但是找他中介的時候 他絕對是站在故族這邊 變成中介他也不會為移工講話 很多人在選擇出國工作的時候 他可能會覺得不行 休假對我來說太重要 要解決移工的休假權利的時候 他就會牽涉到 那休假了之後老人家怎麼辦 對 所以他所有東西都是環環相扣 仲介一條龍服務長期把持移工市場 政府推出執聘中心十多年 卻始終效能不張難以撼動 接近南韓推出EPS聘雇許可制度 以國對國的方式引進國際勞動力 韓國政府也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在這上面 它的規模其實非常的龐大 就是面對16個國家 它每年其實會核定一個人數的額度 然後再把它分配到這16個國家 一般外籍生到台灣他必須經過中文檢定 移工到台灣要不要中文檢定 要 但是移工到台灣的中文檢定都是在當地用買的 鼓勵他們來學中文的話 語言只要通了 那第一會先提升的就是勞動條件 高齡化加上少子化 台灣人力缺口依賴移工勞動力 已是難以避免的走勢 研議中的政策讓資深移工變移民 或許是留住人才的解方 如果心智達到一定的水準 然後有一定的技術 那他就可以申請這個總結技術人員 那接下來的未來這五年 都在你那個雇主底下工作 那工作滿五年之後 他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所以這是接下來的構想